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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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路 算了吧 我還可以打哪裡啊 好像只能打輔助 還是我應該每一把都選凱特琳 不要在那邊假笑 選伊德瑞爾在那邊假笑 對面是魔法少女 兩個魔法少女 喔不對 星光少女 我們等一下四點工商先見 你們可以先去下載 等我 把床先暖好 1 2 3 4 5 6 7 8 9 就差他 生地 小麦粉 丸子 小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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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 這場只要不要被理性漸到應該就沒事 下路是直接壓著打 NL怎麼會點戰鬥狂了啊 這麼有自信 MVDANCER充滿小 怎麼不夾他 這傘線就死了啊 剛剛傘線他點到那個了吧 他點到那個波比兒 剛剛傘線先點地板然後一直走的話 那個蛇女應該是 戰草叢點他 我也是看不懂 我也是看不懂這兩個在幹嘛 還行還行還行 反正就是互相交換水 哇你怎麼吃到了 吃到就虧啦 我幫你擋我幫你擋 走後面 走後面走後面 沒事沒事我們推比較快 賺錢 先把後台 先把後排 poke一下 壓一下血 我們卡馬搶二級 是沒什麼 咖喬用的 就是 我也是不知道這個凱特琳 拚了一個往前 poke到了 我們可能一副入野 所以趕快推薦 那一次 那一次 這波 就是 你其實線上推與否 有時候是要看那個 呃 你家的jungle 有沒有想要做壞事 剛剛葛雷夫其實 我們可以再推快一點啊 我剛剛其實沒有看好 他的動作 不然的話其實應該 要推得再快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魔力其實不大夠了 就 等一下他吃poke就不點盾了 我們把 Q還是留在 壓NL血線 或是真娜血線上面 可是如果是他普攻的話就要點一下盾 普攻吃到,太不好了 沒點到,剛剛Untape 這對線就沒有什麼結果啊 我們就是農到BF出來 然後NL那邊依著瑞爾出水滴 就還可以持續壓制 然後李星其實要Gank機率也不大 因為畢竟他現在應該是梅猴 我們家的AD怎麼血怎麼又變一半了 他前面已經壓不到了 就拼發育就好了 對面珍娜盾擋得還蠻好的 就拼發育賺錢,就這樣子 我們沒事就是Q一下把8塊賺一賺 然後這個眼消了我們可以去把 把這隻眼插起來 那個珍娜盾得還蠻好的 所以凱特琳優勢不大 就 等BF 因為1300塊的時候 依著瑞爾要出水滴的關係 所以凱特琳還是會強 依著瑞爾很多 他就拼發育賺 我 好 好 我 沒有 我 沒有 我 沒有 沒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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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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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Q3等 等一下再點兩等的 對 這波幫忙副攻推進去 江狗再上 歐齁 怎麼只不然一個Q就把後牌全部吃了 只能彈到他 賺一下錢 沒賺到錢 壓一下塔的血 江戸剛剛在上 不用怕 最兇欸 再poke一下 其實塔瑪的強化W 沒事可以不用用 因為太耗膜了 這邊其實這個兵線推進去 然後回補會比較好一點 他應該BF了 這邊讓他卡兵都沒差 我們也演10加紅眼 然後 而且我們才剛5等 照理來講EZ不會6等 就算吃這一波也不會6 所以你可以抓一個他沒6等的時間 他就不能直接把這個兵刷掉 就是EZ如果這邊他想要退兵的話 一定是開大 然後直接 硬退 然後你就可以卡線 對 雖然這個卡線 我覺得意義不大 沒卡到 沒關係 我還是全吸 我們凱特琳應該也是全吸 少吸一隻而已 對啊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沒卡到 不過 沒掉兵 基本沒掉 OK 這波可以撐 因為 我們 推得很快 不過他Q太早了 然後我們去把視野做生 因為珍娜現在才出來的關係 我們可以把視野做生一點 不要做這邊 這邊一定是被那個 直眼拆 因為把視野做生一點 然後剛剛李星在中路死了吧 對 可以吃這個紅 白癡 這個又怎麼 玩得像Jungo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了一圈 哈哈哈哈 他這邊差一點 他在打Jungo 好我們這邊BF打 閃耀劍加水滴 哇不大妙 不過還是可以贏 閃耀劍的話就變成是 不要吃到Q 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他單純普攻點的話 其實沒有到那麼痛 然後他應該還是不會想壓人 就是單純實現為主 為什麼不直接點他啊 為什麼不直接點他啊 這個 感覺剛剛 唉唷 算了 沒關係他不是Made 感覺剛剛是屌尼人 因為他E上來了 然後我簽到他 然後他採夾字 必採 然後 他又六等 嗯 沒關係 沒事沒事 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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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不贏了 別打別打別打 吃到Q就打不贏 好吸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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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血 穩著穩著 Etherail沒魔了 沒有他不是ManAD的 所以一定 一定這樣子 就跟我剛剛那個感覺一樣有沒有 好 我們這個 我們要 要有同理心 好不好 要有同理心 大家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把眼下這邊 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在拆眼他們知道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魔力有點不夠 不過 還好 對方的 中路應該不會跑線 要被 維克特 壓在塔下 然後對面 Jungle好像被我們家 Jungle摁翻了 他要幹嘛 為什麼不繼續推 繼續推啊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免金 我知道沒眼沒關係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推線 我們就是這樣子保持著 QQQ 給他一點壓力 不要讓他把這眼點掉 我們Q一下後排 然後把這邊點掉 凱特林跟那個 卡馬OP的地方就是他洗線太快 你看我剛剛Q個後排 然後凱特林前面點個三項 然後 然後 就可以直接把那個 後排一波小兵吃掉 那要BF大限的時候 什麼 Etherail知道我們吃冰了 呃吃龍了 這邊就扭一下 呵呵 又來了 沒關係 沒關係 繼續 來線 反正EZ EZ的問題就是 他為了疊水滴的關係 太容易沒我 在前面對血 不過 這不是太大的 缺點 因為 他就是換會戰 像他現在水滴疊超快 180 8隻了 我們把這眼少掉 這個值也會給他們很大的壓力 因為 他這種眼睛會被直接拆掉 李星在上 我們可以點掉這個塔 因為李星在上的關係 所以 就要點掉這個塔 很輕鬆的 OK 這樣的話 我們下塔 一定拿掉了 不過 對方也拿掉上塔 所以 還是他們比較賺一點 只是他們賺的位置是上路 我們賺的位置是下路 然後 這個塔 因為沒有守前的關係 所以就 沒差 就不用 不用走遠 然後讓AD拿 先出CDR血 一定出CDR血先 因為卡馬 卡馬是 前面可以 趕快衝到45 會最好 你的R冷卻時間會很短 然後 他現在想要推上 我們這個兵線的位置 我們等一下要做一下視野 可是 我需要Jungle幫忙 其實 OK 他吃完這個 喔不吃 Nice 好 伊澤瑞爾跟 那個 珍娜也上來了 我們先把視野下一下 這邊下一隻 然後 看一下他位置 這邊下一隻 他應該是會閃開 喔不閃 好 對方上路應該是完全沒視野 所以他會在這邊下一隻眼睛 然後我們把他少掉 好 對面這隻眼睛應該下這邊 然後他應該會再下來一次 喔他這邊下隻眼 那我們這邊下隻眼 然後等他 然後珍娜要沒眼了 珍娜剩一隻 好 我們 我們給他壓力 然後去把這個眼採掉 喔珍娜沒眼了 好 這邊直接團加速 不清 不要怕 不要怕 我們這邊 炮盾 虛弱 好 小心一點 小心神女 轉頭 緩架 加速跑掉 呵呵呵 好這個塔應該拿掉了 幹我玩輔助真的是 啊算了 另外一隻差太多了吧 好扣著強化R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好 撤 好 沒唱 好 我們把這個眼睛 眼石合上去 記得買兩隻隻眼 之前兩個講過了 好 你開始游走的時候就買兩隻隻眼 然後 開始強勢 我們現在凱特林 其實這個裝備還 還算蠻強的 對 雖然他沒有半件大裝 可是凱特林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神物 他不用有半件大裝就 他不用有一件大裝就很猛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去打他紅 打他紅的話呢 因為你要入侵的關係 所以你的 直眼可以下的比較 深一點 然後去抓對方 support的位置 比如說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對方 為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把那隻眼給拆了 我們跟著Jungo走比較好一點 這紅現在被拉來拉去 Jungo要來 其實很危險 現在這一波 凱特林不在 潔西不在 我們現在這樣走出去的話 會被波比加 沒關係 這紅就放棄沒關係 因為最主要是 剛剛 怎麼講呢 那個 我們家Jungo好像 想要先打 我 我發現F25 合出神觀念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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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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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梅克特 可以喔 咪咪蛋太遠 而且凱特林 又 又 吸引了 KB位的目光 NICE 又 這邊 一個2打2 假虐 哇神女又空大 哼哼哼 啊吃龍吃龍 我們這一波是3打5欸 我直接死掉然後 葛雷夫也直接融化掉 好 太猛了 呵呵 這身體怎麼去追凱特林 身體剛剛不去追凱特林 我們就炸了 好 好 AD應該想回 然後我們可以輪轉到上路去打 打他們上路也去 雖然他們上路已經 藍應該沒了 不 先幫他拿紅 然後 他上路兵線要先帶 我們再去打他們也去 我們其實可以先跟著葛雷夫走 而不是 跟著凱特林走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 可以讓他慢慢吃 然後 他少也開了 表示這邊應該都是沒眼的 先去帶線啊 先去帶線 然後EZ在下 這邊碰撞起來的話是3打3 Bobby應該直接回了 嗯 凱特林也不大可能被Bobby打死 這邊一個群盾 這邊是凱特林加 好 好走 雖然被推牆 有點失誤 不應該被推牆 我應該站在這邊不動 站著 永遠不動 呵呵 下面兩個 這個塔應該就是可以順利拿掉 最後一個Bobby應該是守不住的 那我們下路怎麼一打二 這麼猛啊 你跟椅子是相風好高 難怪有心結 畢竟無量情結 這麼會余量情結啊 OK 我們就拿掉上塔 然後 等一下轉下吧 我們去吃下路的塔 然後這邊裝備的話 好一點是這個裝啦 好 嗯 一樣從這邊 這個地方這樣走進去 我剛剛掃眼還沒用 從這個地方走進去 把這邊的視野撫起來 然後推下塔 然後中路兵線不要被壓進去就好了 其實打凱特林 不是 凱特林的組合就是打轉線 因為他推線很快 然後 呃 手長的優勢讓他點塔很安全 加上夾子 我們這邊可以等一下葛雷夫 可是其實伊澤瑞爾跟珍娜在上路 所以 不大可能 這邊出人命 除非 李星加 波比加 那個 然後直眼下這邊 他這邊應該會下一隻眼 然後下路去帶 下路帶的話 我們直接壓 對方珍娜轉線 我們這邊可以抓 不過下路打起來 下路打起來 波比 應該是 垂得過來 快 我直接幫他上盾 然後強化Q 帶走 OK 直接點掉 呃 上個盾 然後控他紅 阿紅那手 什麼東西 呵呵 又Carry了一把 好 他這邊應該是直眼吧 沒有 這個先控完再做 控完再走 唉呦 控完再走 控完再走 好 我們再去控藍 打藍區 然後給中塔壓力 以及巴龍壓力 我們吃巴龍速度很快 又安全 因為葛雷夫裝很好 潔西傷害高 然後 凱特靈蘇出夠 我又可以一隻盾 他的血量不會掉 不會那麼危險 然後再加上他們其實會有 巴龍被吃的壓力 我們現在優勢很大 還要量火龍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 看葛雷夫要不要先按掃眼 好他先吃 那我先按掃眼 這邊掃眼其實 這樣子分配掉 你視野就可以清潭的感覺 然後我們這邊 裡面下直眼 伊德瑞爾再上 我們眼睛下 比較 雕鑽一點的位置 這邊有一隻直眼 你要硬打嗎 哇 這麼兇喔 好 他媽的結果死的感覺是我 他媽的我真是被你氣死 到底對熊生小 好 把中路吹了 好 我們再去把視野搶回來 因為真的要把視野全排了 然後凱特琳可以先吃個紅 小龍要生 三火龍 三十五秒 可以先吃火龍 因為他們其實吃 八龍的速度 這個時間點還沒有那麼快 雖然他們有蛇女 可是蛇女裝沒有到很好 然後 凱特琳可以先上去帶線 然後我們把這邊眼睛給掃一掃 這邊就先撞到人 葛雷夫應該也會救我 應該吧 應該 好 對方有八龍壓力了 這邊珍娜應該會過來 這邊先poke一下 給他壓力 假裝我們要殺他 讓他尖叫一下 好先吃火龍 那這樣的話我把眼睛給下一下 我把這兩隻眼睛給下 你會問說 唉唷我走這邊 等一下死掉 你會問說這邊指眼 等一下人家拆了 不是會 就是已經有指眼 為什麼還要再插一隻眼呢 我跟你講 就是要讓人家以為 你插了指眼 就不會有第二隻眼 他就不會按掃眼 懂嗎 這是什麼 心理戰 他以為我 插了 但其實我沒插 當他以為我沒插的時候 其實我插了 有嗎 有嗎 不過現在浪費眼睛了 靈老師 一直在那邊poke著 這邊有眼睛 唉沒有眼 他會刷大就會表示沒眼睛 快跑喔 誰在那邊call這個八龍的 啊怎麼還在射 八龍對面養的是不是啊 中塔要掉了 他走這邊其實很危險 不過算了 就讓他去吧 好下路這個兵線 欸直接rush 蛇女在下 拚中囉 這個其實有點危險 不過是可以拚拚看 好ok 裹不起來沒拚到喔 你媽媽的又推我 喔 其實剛剛是5050 因為李星Q1是Q人 不過剛剛沒有八龍是 是應該要拚拚看 嗯 因為我們裝備其實是狗 然後 他們剛剛 剛剛開太慢了 最主要 最主要開太慢 剛剛其實在 蛇女在這邊露頭的時候 就要直接開 你直接開吃的速度快 然後如果你真的被中走的話 蛇女不會那麼早來 對 最主要是 剛剛真的是開得有點慢 我們這場就不出軍團隊 不是說不出 不用那麼早說 因為 對方物傷 法傷沒有那麼強 然後加上 蛇女沒那麼肥 我們把這八龍脫過吧 三火龍還是 有機會贏 然後會戰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大的優勢啊 組合 組合上來說 還是可以打 對方可能要先推下路 好 我們先掩護一下 又 吃完上路這波兵 好 對方要推中 下路要死了 他是有眉膜啊 要用死 好 我們下路把 下路視野插好 這邊吧 這邊吧 這邊一直 這樣他們拿八龍的話 應該就是下一塔 跟 他們想拿中路 我們這邊可以加一個團將 OK 這個時間就不少了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兩座了最多 不能再讓他拿更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沈舟賢 居若 團加 反速 死去 繼續加速葛雷夫 覺得這個震盪應該追不到 呦 哇 呦 凱瑞了一把 上路不管 他們死了兩個carry 我們這邊嘗試定他 因為我們爆發夠 哇操 呦 沒事沒事 點塔點塔 我們這邊有吸血的 吸起來 殺佑 啊不是殺佑 nice 哇我們剛剛那個強化吸血 OMG OMG 走 白色我按了 我按到ER了 小心小心小心 李星感覺還想追人 這個是瘋龍 送他們沒關係 這個是瘋龍 如果他們真的rush的話 我剛剛有一個踩到夾子 這就是右的 凱瑞 你看我就是跟這樣李星要做壞事吧 這個龍應該放啦 這個龍應該放啦 不用去啦 不用去啦 小心 小心junkle 殺我們家下中路就好了 擦一隻眼睛 等一下葛雷夫吧 因為我們其實很需要葛雷夫當前排塔 不必在下 不必在下 這邊只眼了 3點50秒 我們推 推上吧 傑西有TP 有 這個眼睛要排掉 不然等一下他們 波比TP後面 不要讓他們有機會TP後面的眼睛 因為我們傑西會在正面 幹嘛啊 幹嘛吃虹 又很貪心欸 什麼都要 你就別去囉 我怎麼感覺他要死 我怎麼感覺他要死 鏡妖欸 好好再上路不好嗎 上路一隻B 等一下B上 等一下B發龍 好 這邊有可能是一個無打式 不過對方沒有TP眼所以還行 對 好李星在這邊 對 就是不要讓他們繞 不要讓他們繞 然後傑西再推 傑西推 我們走 我們走 李星 李星現在要想要偷 我覺得 直接再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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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手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 你一翻兩瞬眼 你如果拼到的話 其實 會讓你有很大的優勢 沒拼到的話其實也沒 也還好 YO GO GO 別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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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別怕 為什麼我補血按不出去 靠腰啊 再二 沒魔了 小弟 你會死啊 你活了 不是你先來了 開胖 別鬧啊 我真是被你氣死啊 哇 別過家 別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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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左手 白癡我怎麼把他擺到二 害我剛剛按一按不出來 我怎麼覺得他要死啊 我說我們家也進 自己人嚇著 欸 直接點掉 你啊 其實又可以直接衝上去 點他一波欸 你心那麼兇喔 來角月之費了 OK 現在月父八八八 就可以有貼圖 跟訂閱的音效,就這樣子 忘了買資料 我們看YOW的裝備 快要滿裝了 他滿裝以後 就猛了 我們推上塔吧 其實可以不要 不要拿那個 不要拿那個 八七龍 這叫什麼龍來了,我忘了 這樣上路是過去的 只是很慢 因為他那個兵線沒有那麼好 看要拿或不拿都可以 要拿的話這個時間點 好像還行 因為 中路兵線會進去 不是我那是被騎死 又要拚喔 我跟你講這一波不好 這一波不好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再拚 等一下再拚 而且我們站錯邊了 我跟你講 走下走下走下 我們站錯邊了 我們其實要拚的話就是 靠中 然後壓這個位置 你現在壓這個位置 我們沒有優勢 有機會喔 有機會有機會 推推推推推 雖然會被假 不過沒差 推推推推推 這邊其實有八龍的話 我們就會屌虐 可惜啦 這波其實沒有轉得很好 他就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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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優勢線在中路 你要讓他們不能清中路的兵 然後讓兵線帶進去 才有機會 所以剛剛沒有帶好了 剛剛其實要壓這邊了 太多人想要壓那邊了 我這個江國沒事開軌刀幹嘛 又在那邊直接開 帶好帶好 他這樣沒辦法搶啊 他沒有辦法搶 你這波帶進去以後再轉再轉再轉 這波帶進去再轉 慢慢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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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波 哇你一個閃現fail欸 這邊這邊直接吃然後硬打 這波 虛弱 痾痾痾痾 哼哼哼哼哼哼哼笑 我殺了 丟 感覺好像不大血 真的是欠殺欸 我來 不是我說說的 我講真的我講真的你別鬧了 這不大妙啊 這巴龍危險欸 蛇女加李星可以直接吃 看蛇女動作 他要蛇女才能吃 他如果只有李星吃不了 蛇女會吃喔 蛇女過去了 他們一定會吃 他們一定會吃 來2打4 沒事 喔這個大傑開得漂亮 不對2打5 完了 糗了 放吧放吧放吧 沒事沒事沒事 掉一個巴龍而已OK的 我們有幼 幼滿中了 我現在只要一隻保他 讓他一隻射一隻射一隻射 這把就贏了 不用吧不用 我是覺得不用拖 我還有這個 七空之門 做事要推下 然後我虛空之門塞中間 我這邊有虛空之門 這邊你只要放這邊 他其實就可以推到這邊了 這虛空之門很強 沒事的沒事的 我這邊眼睛會下好 雖然我只剩一隻了 不過沒差 我這邊虛空之門 我這邊虛空之門 一隻壓一隻壓 OK的 OK的 就是壓著兵線就好了 我們也沒有要點 反正就是壓兵線 他這樣上路就會進來 白痴對面怎麼演出星空之門 對面怎麼那麼聰明 怎麼可能 這個智商 原來是輔助 沒事沒事 我沒有虛空之門 我沒有虛空之門 就這樣子一隻壓 一隻壓 一隻壓 壓到他阿嬤都不認識 呵呵呵呵 我覺得NL要死啦 又剛剛不敢點 他剛剛只要再平K兩下就贏了 他沒有想到他那麼猛 又要死了 欸怎麼打起來了 為什麼要打阿 不要弄我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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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NICE GG 哇 又凱瑞了一把